大家好,今天要測的是观音卦 然后今天呢,台面上有三个占卜物 大家可以凭直觉呢,选一个占卜物 然后来测试一下观世音菩萨呢 要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占卜物 第一个占卜物呢,是粉红色的印加玫瑰 大家可以看一下,又叫柠檬矿 然后这个是粉红色的光泽 然后第二个占卜物呢,是这个 透明的水晶柱 这是半透明的 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第三个占卜物呢,是紫水晶 拿进给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是一个紫色的光泽 那这三个占卜物呢 主要是根据观世音菩萨它的光环 主要呢,是粉红色的光 白色的光,还有紫色的光 那现在呢,请大家平直学来选一个占卜物 拿来测试一下观世音菩萨要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哦 大家好,现在来为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解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观世音菩萨现在要想要透露你什么讯息呢 然后大家看一下,议主牌的朋友呢,非常恭喜你,你收到的是一个上上签 然后这个卦呢,叫做安吉卦 观看这个卦,排面上的意思呢,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你抽到这个键呢,是非常的平安跟吉利的 然后我念一下这个卦文给大家 然后第一句呢,禁用多随意,寒乳依仅归 前程春风季,散步赏芳飞 然后跟大家解一下这个卦是什么意思呢? 禁用多随意呢,就代表说,抽到这组卦的朋友呢 你最近呢,可以说是,不管是金钱方面呢,还是资源方面呢 是非常的丰厚的 在使用上呢,是多随意 就是说,你可以用的非常的顺心 就是你的资源来的非常的丰厚 然后呢,你可以很随性的去使用 然后这一组呢,就是也该提醒说,抽到这组卦的朋友呢 你最近可能在财运方面啦,或是在资源方面啦 是非常的丰厚的哦 然后接下第二句是,寒乳依仅归 然后这句是在形容古代的书生 苦读十年,然后现在呢,终于是依仅还乡咯 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抽到这组卦的朋友呢 过去那些比较辛苦的状况呢,已经远离了 目前呢,迎接着你的是成功的到来哦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卦 然后前程春风季,第三句 然后这组的朋友呢,如果是想要问事业方面的话呢 你在事业方面是非常的顺利 然后菩萨要告诉你啊,目前呢,你的前程呢,是如沐春风,非常的棒哦 然后接下来是散步想方飞 然后第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 如果最近呢,抽到这组卦的朋友有想要出远门的 可以规则一趟旅行哦 然后呢,这一趟旅行呢,是非常的赏心悦目的 会带给你身心灵都是非常愉悦的状态哦 然后所以呢,总体来讲 抽到这组卦的朋友呢,是在资源,在金钱方面 尤其在事业方面呢,迎接着你是成功的到来 非常的棒 然后这有一句话就是,贵人接引上高楼 就是说呢,抽到这组卦的朋友呢 你最近可以留意一下 你会感觉到,好像有贵人或是一个好的机运 可以接引着你 然后让点人生更上一层楼哦 所以这组卦的朋友呢,真的是向上街 在事业方面是非常的顺利的 然后呢,接着呢 在财运方面呢,是更棒的 他说,财力求来百倍 就是说,如果这组卦的朋友最近有想要求财的念头呢 那非常好 你可以允许你的直觉 然后观世音菩萨想要告诉你 你的钱财呢,会比你来的 想象中的还要来的更多 超棒的 然后这一组呢 这组卦的朋友呢 如果最近呢,有想要出远门的 想要旅行的 那这真的是非常的棒 然后这一组卦呢,因为是一个上上千 所以呢,不管你爱求 各方面来讲呢,其实都是非常的顺利哦 因为这一组卦呢,他最后一句是 一轮明月正当秋,照彻乾坤宇宙 就是这一组卦的意思呢,就是说 现在目前你的浴室呢,是像一轮明月一样哦 高高挂在天上 那就是说,康述你就说 你现在目前是好运当头的意思 那你绽放出来的光芒呢 是可以照亮整个宇宙的 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在好运当头的时候呢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顺利的哦 然后这一组卦的朋友 如果是想要问爱情方面 如果目前你身边已经有对象了 那目前这个对象呢,会是一个适合你的对象 然后你会感觉到,不许你们曾经有过一些比较辛苦的状况 都已经慢慢的远离了 那目前迎接着你,你们两个之间的相处会越来越和睦 然后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呢 可以计划一趟旅行 好,这句话最后跟你讲 散步想放飞,可以计划一趟旅行 也许可以遇到不错的对象哦 然后这一组牌呢,菩萨也是想要提醒大家 因为抽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是上上千 所以目前你是红韵当头 不管做什么事都是非常的顺利 那健康方面,如果是想问健康方面 那也是要告诉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健康方面,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如果是有疾病方面的朋友的话 然后也不妨去外走走 对你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呢,菩萨也是想要提醒大家 如果抽到这组牌的朋友 因为呢,你目前是安吉卦 目前是一个红韵当头的一个状况 是好运当头 不管做什么都非常顺利 那菩萨就是提醒大家 也记得去行一些善事 然后可以让你的好运呢 继续的绵延下去哦 那这就是第一组卦的朋友 很高兴呢,第一组卦的朋友 抽到是上上千安吉卦 然后祝大家呢,万事顺利咯 好,然后接下来要帮大家解第二组卦的朋友 大家好,现在来为第二组卦的朋友呢 来解拍哦 那这组卦呢,选到这个白色透明水晶的朋友呢 我们来看一下 观世菩萨想要透露你什么样的运行呢 哇,这又是一个上上千超棒的 然后这个卦名叫做深境卦 这个卦呢,就告诉你呢 你目前呢,你的运势正在往上攀升哦 这超棒的一个卦 然后我来练一下它的卦文 第一句呢,叫做 非常喜气的一个卦 然后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采凤林丹卦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凤凰飞进你家来咯 意思是说呢,过去呢 古代有个传言说 如果你看到凤凰 就是代表说 你们家的一个比较随运 就是比较不好的运都已经过去了 一看到凤凰呢 就代表着说 你的吉祥已经到来咯 这句话就是采凤林丹卦 就是凤凰飞进你家来了 超棒的 那接下来呢 第二句是 凌归降吉祥 看到凤凰 接下来又看到凌归 凌归在古代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象征哦 然后就是代表说 凌归呢 会带给你一个吉祥 所以呢 就代表说 初到自己挂了朋友 目前你真的是一个好运当头啊 超级幸运的 然后第三句呢 要告诉你 祸福福禄制 祸福福禄制呢 就是说呢 过去呢 你们家可能有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然后这些呢 比较不好的运气全部都已经消散了 然后目前是福禄制 福呢 通常是有福德 也就是说 财运方面呢 是非常好 那禄的话呢 通常是代表在事业方面 事业方面可能会有生鲜的机会 或是加薪的机会 然后路有另外一个意思呢 也是代表说生子的意思就是多子多孙 就是如果超大这个挂的朋友呢 有计划想要生小孩的呢 然后也可以去 那这个挂的主要的意思呢 就是说 再提醒大家 过去那些比较不好的运势呢 都已经消退了 所以祸除 然后呢 目前呢 迎接着你是一个新的能量 那这个能量 就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能量 就是凤凰跟林归的一个吉祥的一个好运 新的运势到来了 所以抽到这组牌的朋友再告诉你 你可以挥别过去 过去那些比较不好的运气 全部都已经消散了 那非常恭喜你 目前呢 这张牌呢 是求财大吉 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求财的话 这一张简直是大吉呀 然后观看牌面上感觉就是 啊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要买乐透的话也可以去买 说不定会中大奖哦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挂 然后最后一句呢 叫做喜气质痒痒 这整个牌面呢 整个挂文呢 都是非常 显露的非常的喜气吉祥的意思 然后所以呢 抽到这股挂的朋友真的超棒的 就表示你目前的运势 真的是非常的棒 然后不管是求财的啦 还是呢 事业方面都是非常好 然后呢 现在呢 很适合就是 如果有求财的朋友 你可能最近的财运非常的旺 可以去一些出外郊游啦 或去一些比较欢乐的场合 然后目前呢 是一个欢庆的一个日子 就是喜气洋洋 你可以去庆祝你的成功 还有庆祝你的财运 然后呢 如果有官司上的朋友呢 如果在打官司的朋友呢 可以恭喜你 你口舌病消除 那你的官司应该是非常的顺利 如果呢 有健康方面的 有健康方面的朋友呢 然后也可以恭喜你 就是病人起离床席 就是说呢 有健康方面问题的朋友呢 目前的病会好哦 而且呢 是非常健康的 然后呢 求官募下成就 就是说如果想要 事业上有所发展的呢 那目前也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成就的 然后呢 这一张牌真的是超棒 是一个富贵 最喜高明富贵 就是说 你这张牌呢 你的货 过去的那些 也比较不好的运势呢 都消散了 然后目前呢 是喜洋洋那个状态 是富贵来临 然后吉祥来临 然后这一个卦象呢 也在提醒 抽到这组卦的朋友呢 你可以把过去的那些 旧的思维 通通都摆在一边 我们有时候 因为旧的思维 让我们看不到 目前你们家 已经来了凤凰了 而且来了灵归咯 然后就告诉你 目前呢 抽到这组卦的朋友呢 新的运势已经在形成了 然后要让大家 放掉旧的思维 然后睁大眼睛来看一下 你家是不是有凤凰 飞进来了 然后呢 你要来保握这个新的运势 这么好吉祥的运势 然后在各方面呢 大家可以积极地去开拓 在工作上呢 抽到这个签的朋友呢 也是鼓励大家 就是说 可以积极地去 重新一些新的计划 你有一些新的点子 都可以去做 对于创业的朋友 更是超棒 然后这一张 如果你想要求财运 那真的超棒 这一张就是求财大吉 所以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呢 财运最近是非常的旺 可以呢去买张乐透啦 或者是呢 目前你可能有加薪 加薪的机会 或是你在创业上 也可能会因此而賺到一笔钱 所以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财运上是非常棒 那当然最后呢 菩萨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组牌呢 是非常吉祥的一个卦 有凤凰又有灵规 那表示说 你目前不管做什么事 都是非常的顺利 都会有吉祥的一个象征 都会非常的吉祥 然后非常的顺利 然后所以菩萨也会提醒大家 在这么样好运当头的这个时期呢 然后鼓励大家多做一点善事 让你的好运继续绵延下去 然后呢 这一组卦的朋友呢 非常的幸运 不管你过去曾经担心什么事情 然后你所担心的事情 现在都可以放下了 然后菩萨再告诉你 有个新的能量进入到你的人生了 你这一个呢 抽到这组牌 你可以把握现在目前 当下 航运当头非常吉祥的一个运势 去开创你内心有什么样的念头 有想没要心的想法 或是你想要结婚生殖啦 想要谈抢恋爱啦 都可以积极的去去 去积极的去进取 积极的去进行 然后都会有非常好的成果哦 然后祝福大家喜气洋洋 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咯 这是第二组牌的朋友 那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解的是第三组牌的朋友 大家好 现在来为第三组卦的朋友来解卦哦 然后看一下观世弗萨想要透露你什么样的卦 第三组卦呢是一个明显卦 然后他也是一个上上千哦 然后我来练一下这个卦文 这个卦文的第一句呢是明月正当天 清光午夜圆 仙豪云一席 万里得你染 那这个卦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组卦的朋友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然后这组卦的朋友呢 菩萨要提醒你 你在先前呢可能会有一种 乌云罩顶的感觉 就是灰茫茫的感觉前程 好像前途灰茫茫的 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然后抽到这组卦的朋友就很恭喜咯 目前这个状况都已经云雾散去了 然后呢目前是一个明月正当天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一切状况都已经明朗化了 那些过去呢 笼罩着你的乌云全部都已经散去了 所以呢这组卦呢就是一个上方千 也是表示说你运势已经开始好转了 然后如果这组卦的朋友呢 如果有官司方面的 然后口舌消灭 就是说如果有官司方面的朋友呢 那恭喜你 目前呢这个卦 告诉你说你口舌方面呢都已经消灭了 也就是说这组卦 你的官司会越来越明朗化 而且是对你有利的 然后如果是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朋友呢 那恭喜你 病人见得身心 就是说如果抽到这组卦的朋友 如果是你自己本身 或是你的家人 有疾病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那都很非常的恭喜你 这组卦呢在告诉你 你的身 你的那个疾病呢 会逐渐的康复 那你有感觉 你的身体呢 越来越轻松 然后呢你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所以这组卦就是 过去那些乌云都散去了 然后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朗 非常好运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组卦如果是问到 关于家人方面的话 那恭喜你在家人方面的眷属 安然极其 就是你在家人方面呢 都是非常的平安的 然后这组卦呢 就是说在 菩萨在提醒大家 过去呢 可能有些乌云照顶的状况 但是现在呢 那些云雾全部都散去了 然后你会越来越清楚 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这就有点像是 外在的世界 其实是内心状态的一个呈现 当我们的内心 越来越像水晶一样的清澈 那你就会感觉 外在的很多情况呢 都会变得越来越明朗化 所以菩萨也是 就是藉由这个卦呢 要提醒大家 如果遇到一些 乌云照顶的情况的时候呢 最好是回到内心去修炼 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让自己的心 像水晶一样的干净成澈 那这样子呢 你就会感觉 外在的那些乌云 全部都会延消云散 然后你会非常清楚的看到 你前方要走的道路是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 顺着这个道路 勇往直前 所以呢 抽到这组瓜的朋友呢 非常恭喜你哦 如果过去你在工作事业方面 你可能会有一种很茫然 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呢 抽到这组瓜 菩萨就告诉你 你的这些过去的情况 乌云都已经散去 你会越来越清楚知道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也可以知道你人生的使命 跟方向在哪里 你可以去从事你内心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而且你会非常的清楚知道 你要做的是什么 有一种云雾都散去 然后目前是一个非常明朗化的一个状态 现在这个状态就有点像是 你像是一艘船 行驶在海洋上 那过去可能有些风浪 有些乌云 让你看不见前方的道路 看不见前方的方向在海上 然后现在目前那些乌云都散去了 然后目前是一个明月正当天 你可以看到夜晚呢 一轮明月高挂在天上 然后呢 目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可以非常的清楚知道 你要往哪里去 然后你就要顺着这个直觉 勇敢的往前 现在就是目前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风平浪静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主挂呢 佛萨也是想要提醒大家 要多回到自己的内心去行诗 如果当我们人生有遇到不顺的时候 多回到自己的内心去行诗 然后同时呢 也要多做一点善事哦 当我们累积一些福报的时候呢 我们会感觉外在的乌云 也会云霄散去 会有更多的福报 累积滚 像滚雪球一样 变成像水晶球一样 然后呢 可以帮我们照亮我们前方的前程 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 我们前方的道路 到底应该要怎么走 所以呢 佛萨最后再提醒大家 抽到这组挂的朋友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福德的一个人 然后只有有福德的人 才会抽到这个上上前 表示说抽到这组挂的朋友 你应该是内心经常也是有一些善念的 那过去你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 去执行这些善念 你可能想要做一些善事 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然后明明当初菩萨都会帮助你 然后这个情况会明朗化 你可能会很清楚知道 我要捐款到哪个单位 然后我要做什么样善事 我要当什么样的志工 或是你内心有想要帮助某个人 可是过去可能都没有什么机会 然后抽到这组挂就是 菩萨可能会助你一辈子力 让你去做很顺利的去执行这些善事 同时呢 这些善事 施出去的力量 善的力量会回到你的身上 这样你的人生是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呢 抽到这组挂的朋友 你的人生是处在一个明显的 目前你的人生是处在一个光明 照耀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非常恭喜这一组挂的朋友呢 菩萨就是要提醒你 提醒大家 多做一点善事哦 会让你的虔诚一片光明哦 好那最后呢 就是第三组挂的朋友呢 就我们就占卜到这里 然后呢 现在呢 因为快要过年了 也提早祝大家新年快乐哦 好拜拜